Hello! 今年情人節就和大家分享一個元宿風的妝 無論有情人或是無情人都好 都是一個給藉口自己好好打扮的日子 首先引營眼鏡方面 我選了一個啡色14.1mm的自然款 最近天氣都不太穩定 所以如果當天天氣是乾燥的話 就可以塗一個保濕Base打底 想粉底鐵薄一點 我就用濕了的Beauty Blender 去推開一個中度遮瑕的粉底 然後先用一個橙調的Liquid Concealer 去調我黑眼圈的色素 再用適合的霜狀遮瑕膏 去打亮淚溝和遮面上的瑕疵 今次我就用了一個很細密珠光的粉底去定妝 底妝就完成了 眼妝部分先用Urban Decay的珠光底霜打底 然後用Nars的Vidual濕用塗在臥殘的位置 然後在眼蓋上乾用地掃一層 眼淚位置就用Mischa的閃粉紅色 輕輕 blend到前面的香檳金色 再用Kiko Minano的暗紅色打在眼角加深層次 用正如的顏色塗在下眼線後半部分的位置 用深啡色眼線Gel畫耐眼線 拉長一點眼尾 我自己就喜歡在眼頭位置加一點眼線 胭脂就是這個妝的重點 如果怕錯手的話就可以用大掃 掃在平時會塗胭脂的位置 然後用細掃集中在眼尾 把粉紅色慢慢加上去 整個妝出來的感覺就會比較溫和一點 所以眉毛也是畫平一點的 之後就可以按自己的面形打回陰影 至於今次我就用了兩個產品 首先我就用Nucik畫厚一點的唇形 個人喜好而已 然後就用一個超青春的粉紅色做一個花反唇 捲回漂亮的髮型 整個妝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情人節妝 到時化了的話 記得tack我給我看看你們的髮型 另外想知道我近況的話 就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page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